12月21日,知名男歌手兼演员张志玲现身沙田新城市广场 出席卡萨天交产品专柜店的开幕活动 这是Charlem连续第四年担任该品牌的形象代言人 为活跃气氛,她与在场粉丝大玩游戏,场面热烈又温馨 谈及日渐临近的圣诞节,Charlem透露 计划和老婆袁永怡及儿子魔童一起去滑雪 希望自己的滑雪技术在上年的基础上再加以练习 今年圣诞节也会去滑雪 其实去年去过之后都一直没有机会去练习 所以应该会更退步了 原地踏步啊,真的是 希望到了那边的时候有多一点时间去练习吧 问到和儿子比谁的滑雪技术厉害一点 Charlem当即表示,简直没法跟对方比 自己上年玩的时候摔倒很多次 臀部一大片瘀青 而魔童平时有玩滑板,平衡力比较好 一踏上去就能玩出各种花式 转眼间就不知道滑到哪一个山顶去了 至于单不担心儿子受伤 Charlem直言不会,玩什么运动都会有伤痛 不过就要他自己买单 有效值,老婆从来不参与滑雪 觉得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这个不怕,因为玩这些运动都会有一点点受伤 自己小心好,那他的那部分就是他自己要负责 阿脸会不会和你们一起玩的 他有趣啊,可是他说他不玩 很奇怪的一个人 好,第二位不如红色衫 一位女士帮我回答啊 好,好啦,就是选出三个 飞载娱乐,时时报答